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 母亲节 相信所有的人都为了这一天 如何给妈妈过一个非常难忘的节日 而伤痛了脑筋 你到底是想带妈妈出去玩 吃大餐 还是想要自己的家里面 动手做一个美味的料理 让妈妈好好的享用 今天我们请施杰夫 为大家示范一个非常简单的西式料理 海陆双拼 保证让你学得会 也能够让妈妈大开眼睛 颠夫 妈妈喜欢吃什么样的料理 我妈妈喜欢吃牛排 所以呢 在今天你的母亲的大餐当中 会有牛排这个部分 没错 对不对 好了 那搭配牛排 另外一个部分 你会想做什么东西呢 我会想做一个比较像西餐的西班牙的一些 特帕斯做一个炒果莉 果莉 对 所以是海鲜搭配牛排 没错 先从牛排的配菜来做吧 对 好 我们今天做一个搭配牛排的一个烤蔬菜 好 烤蔬菜 我们这边准备四种蔬菜 是 它有番茄 茄子 黄甜椒 加上一小段的桀瓜 没错 好 这个东西怎么样 好 我们把每一个食材 我们把它切成大概0.5公分左右的厚片 嗯 再薄一点点 好 大概是这个样子 是 然后接着我们切这个洁瓜 嗯 那就要比照茄子的厚度 对 接着呢 番茄也是这样子吗 番茄也是一样 嗯嗯嗯嗯嗯 黄椒该不会也切成轮切吧 黄椒切轮切可能比较难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切成块状就好了 哦 我们在这个里面去做调味 哦 我们放一点意大利综合香料 嗯嗯嗯 一点点综合香料 放一点黑胡椒 嗯嗯 接着我们需要海盐 好 盐 跟一般的橄榄油 可以 OK了 再来一点点 好 OK 把所有的食材都拌匀 拌匀 对 需要所有的味道都均匀了 嗯嗯嗯嗯 嗯嗯 这样子就很像是一个沙拉了 对再不会这样子做完了以后牛排煎好就把它 他就这样抓一抓摆在旁边吧 不会我们等一下把它烤一下 我们接着按照喜好 把我们刚刚切好的东西 沿着这个外圈叠上来 但是它的顺序如果都一样 真的摆起来的时候就会很好看 对 这会是一个最后呈现出来 会是一个蛮漂亮这样子的一个 对的 但是我们其实不用太刻意说 我们一定要切成 你还没有太刻意啊 你都已经搞成这样子 自然就好 对 哇这太自然了 然后我们把 自然就看不出来有任何设计感 对 好 我们大概排了四层五层之后呢 其实我们稍微把它整整形 这样子一个烤蔬菜的形状就完成了 OK 对 什么温度烤多久 我们可以用一百八 一百九到两百度 是 的烤箱我们大概烤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 对因为其实这些蔬菜呢 它都能吃生的 嗯 对 没错 所以只要我们有洗干净 我们腌过之后 我们只要把它烤的 我喜欢它吃起来还吃得到原味 生再有点点口感 OK OK 好 这个东西就把它送到烤箱里面 烤箱 对 我们已经事先预热好 然后呢 摆进去里面 好 开始了 开始了 啊 啊 这边先烤 然后呢 我们这边再来下一个动作做 下一个动作我们做等等这个蛤蜊 海鲜 会海鲜的一个酱汁 酱汁 好的 橄榄油 我们先放一点橄榄油在锅中 是 这橄榄油我们要拿来炒大蒜 先炒蒜末 对 这个蒜头我们要把它炒熟 嗯嗯嗯嗯嗯嗯 先用小火 小爆香的动作 对不对 对 但是在西餐的爆香跟中餐的爆香不一样 嗯 西餐其实喜欢把它炒透 哦 就好了 他们不太喜欢蒜的味道 煮香之后的那种非常强烈的香气 嗯 但他们喜欢蒜熟了之后带出来的甜味 嗯 蔬菜本身的甜味 是是是 对 所以呃 我们这个就用小火把它炒 嗯嗯 目前为止哦 西式的炒到现在这样子 你看到 呃 蒜还没有那种像是中式 煸到那种边边角角 有那种金黄恰恰 对 但是呢 已经闻到很好的蒜香了 就可以了 就OK了 就OK了 这样子就简单多了 对 接着我们放上一点点面粉 啊哈 我选的是用高筋的面粉 高筋面粉 这个面粉呢 因为我们 精度有绝对的要求吗 嗯 因为我觉得高筋的 还是你家刚好只有高筋 嗯 其实高筋低筋都可以 但是为什么我今天选用高筋的话 是因为高筋它本身 含水量比较低 嗯嗯 所以你当你去炒的时候 它比较不会结块 哦 对了解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面粉呢 嗯 稍微把它炒一下 嗯 为什么因为面粉本身会有生味 是 我们把面粉给它炒熟 OK 好 那基本上我们看到它 开始有粘在锅底一点点 哦 对对对 其实像现在这样子的感觉呢 对对对对 面粉基本上它已经熟了 就已经达到这样子的 我们要求的效果了 然后这是我事先熬好的鱼高汤 OK 对 其实你们搭配蛤蜊海鲜 所以我们用的是鱼高汤 鱼的高汤 对的 好 这个鱼高汤其实很简单 家里如果有买一整条的鱼鱼 我们把鱼的飞力把它取下来之后呢 骨头 你可以加一些些你喜欢的蔬菜或是香料 然后那个水刚好盖过骨头 我们煮个15分钟 味道就非常的棒 而且它有非常多自然的胶质 是是是 对 是是 好 我们把鱼汤加下来 嗯 OK 因为它本身有胶质 所以它在这个温度OK的情况之下 它是结冻的 把这个汤给煮滚的时候呢 要用打蛋器 对 把刚才炒好的这个面糊 对的 把它充分地打散 对的 让它融在这个高汤当中 没错 那高汤本身低温的时候呢 会凝固 现在加了面糊之后 它就会变成就越来越浓稠的效果 就会像这个样子 对 因为等等我们把这个蛤蜊煮开之后呢 它还会有很多的水分释放出来 对 所以这个酱汁我们稍微煮得浓一点点 比我们原本要的浓度再浓一点 然后待会儿接受了这个蛤蜊的汁之后 对 又会还成我们要的状态 没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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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在煮这个同时 我们也不要浪费时间 我们可以切一些新鲜的巴西里 好 等等要全部把它丢到这个酱汁里面去 对的 这个香料它很适合拿来搭配各种的海鲜 是 这个我们不用切得太细 切这样子就可以了 真的吗 对 再细还能怎么样 还可以再细 真的 我们不用太细 好 基本上呢 这个味道 年轻人自我要求挺高的 这个味道都出来了 我们把它关火 OK 这个时候我们停止 我们把洋香菜末加进来 都丢下去 嗯嗯嗯嗯 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酱汁放一边 OK 先放到旁边 第一个烤蔬菜 第二个做酱汁 第三个动作做什么 煎牛排 好 煎牛排 先把这个锅子给烧热 是 煎牛排啊 它是不是不能够是冷冻的 对 要已经从冰箱拿出来 在室温之下 让它变成是常温的状态 对 才下去 没错 对不对 完了以后 接下来下锅的时候 锅子要是烧到烫的 大概要220度 OK 那个感觉就是 一下锅的时候 就好像是以前那个 有没有 烙印 对 有人那种叫它糟不糟 然后烧一个人 的那个感觉 OK 那个感觉你都知道 声音差不多 对 声音差不多 OK 好 这个肉呢 下锅之前呢 是 我们上一点盐巴胡椒做调味 哦 把它撒好了盐之后 黑胡椒之后 稍微用手轻拍 让它这个 味道可以进去 对 压得更均匀 嗯嗯嗯 接着呢 我们就把这个 调味好的 我用的牛小排 我们就把它丢下去 OK 好 现在放下来了 来 注意看一点哦 这一个 铁盘纹路 横的 但是呢 我的牛排放的是斜的 借由这样子一个 交叉 未来 翻过来那一面的时候 下面就会有一个 很漂亮的那样子的 烙痕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你如果现在把它放得太直 它那个烙痕的长度 就是对 很很死板 对很死板 很死板的 希望它那个格子 是有点菱形 菱形 那就很好看 是是是是是 对 你现在可以看到它底下已经开始变色了 有没有 对 上面是红的 可是呢 可是呢 底下已经开始变色了 对 好 看底下变色的那个高度 我们来决定它熟的那个效果 接着呢 我们来换另外一边 好 OK 刚才啊 这个 是这样子斜 现在呢 我们打个交叉 让它斜另外一面 没错 所以它底下就会有一个漂亮的菱形这样子的纹路 对对对 对对 OK 我们放一点点油 好 发现它这个肉呢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干 所以我们 油直接淋在这个肉上面 让它自己流下去 对 好 接着呢 我们现在换一面 好 这一面煎好了 就换下一面 看到没有 这一面上面啊 已经有了我们所要求的这样子的一个 对 格纹开始产生出来了 好 当翻到最后一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奶油 大蒜片 对 然后呢 迷迭香是整条放进去里面 对不对 好 透过这个锅子的某一个角 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融掉了以后 它就是一个像你的酱汁 对不对 对 我们可以从上面去淋它 好 这个奶油已经充满了 很多这个大蒜跟迷迭香的香气 对 然后同时这个奶油在焦化之后呢 是 会有一种坚果的香气 那我们都淋完了之后呢 我们这里准备了一个烤盘 是 它上面有一个网架 对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网架上面去做休息 哦 对 OK 所以呢 它这边呢 如果有一些多余的油 会这样子流下来 但是呢 它放在这个网架上面 在浸汁的过程当中 它那个血水 汤汁 肉汁 就会被收进去里面 对的 就算你再切 它都不会有那个流出来 对 好 这个放在旁边 但是我们在休息之前呢 我们会有个动作 因为我要预测 它外面的温度进到里面 是 五分钟之后 会不会达到我要的效果 OK 那能不能吃 所以通常我会准备一个探针 我们把它插到中间 OK 因为我对温度比较敏感 哦 为了今天确保我测的是不是对的 嗯 我带了一个有磕度的针 哦 OK 我们把它插进去 好 但在我看这个针的温度之前呢 对 我会告诉你 我先告诉你几度 好吧 你先说几度 好 好 插进来里面 没错 对不对 OK 这个时候呢 我测我这一支 你OK了 对不对 你碰哪里 我碰我的下巴这里 哦 真的吗 对的 现在大概只有42度 42度 几度 47度 好 差不多 正负5 我就算你对了 对不对 在100度的过程当中 好漏气哦 正负5就算你对对了 正负5算蛮好的 好的 对不对 对啊 好 这个 3到5分钟吧 对 这个肉呢 是回温前我们有47度 是 所以它刚外面温度会再进去 它会再从47 48 49 它会再上去 但是这块肉如果我们要吃三分手 它大概需要51度 53度的温度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等等 温度还不够 我们可以稍微就烤箱 稍微烤一下下 OK 再进烤箱 对 可以补烤一下下 不过我现在把它放在烤箱的上面 因为烤箱上面比较温暖 哦 透过烤箱上面的温度 我们让它慢慢地能够keep在那个效果里面 好 第一个烤蔬菜 第二个海鲜的酱汁 第三个煎了牛排 接下来第四个动作 蛤蜊 蛤蜊 这里有做好的酱汁 对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 蛤蜊呢 大家买回来呢 我们要先让它吐沙 放在大概有3到5%的盐水 那这个盐水呢 我们一般在吐沙的时候 尽量不要放桌子上 哦 因为你在工作的时候 这桌子会震动 会吓到这个蛤蜊 对的 因为蛤蜊它需要一个很安静很舒服的地方 OK 它才愿意把头探出来吐沙 嗯 真的 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个空间 让它 让它自己去 悄悄的 悄悄的 跟隔壁的蛤蜊对话 啊 对的 所以 OK OK 不可以打扰他们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锅烧热 你会做你爸爸的那个 煎蜊吗 不会 真的吗 真的不会 那个太难了 真的很难 他父亲做煎蜊 算是这个全台湾一绝 做出来的煎蜊 非常的有特色 他爸爸对于小蛤蜊 有没有 大家是非常有研究 他是对于大蛤蜊很有研究 各自各善所长 对 对 刚刚的鱼汤还有剩 是 对 等等我们可以用这个鱼汤 来帮助这个蛤蜊 开的时候有一些戒指 嗯 在这个里面它形成蒸汽 我们会盖盖子 记得找一个盖子跟锅子 可以合起来的 可以盖紧的 里面有蒸汽的时候 可以很短的时间帮助这个蛤蜊打开 OK 那蛤蜊打开之后呢 它就会每一颗都很饱满 嗯 对的 你这带来的蛤蜊都是活的吧 活的 活的 在蛤蜊是活的状态下 它里面会含很多的水分 是 所以当我们去敲它的时候 你像听这是扎实的 嗯 当你听到里面是空空的声音 啊 代表它水分流逝 这个基本上这颗它的存活的几率就比较低 就是往生已经很久了 呃 也不一定 什么叫不一定 可能刚往生 哦真的吗 呃 或者是它刚刚吐水吐得太开心了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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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水都要吐完了 目前你敲的效果都蛮好的 都是好的 对对对对 对 好 我们放上一点点橄榄油 嗯哼 这时候 诶 温度很高 是 所以我们下这个的时候要稍微小心 OK 我们稍微拌炒 嗯 拌炒我们不要让它的温度降低 是 我们加一点鱼汤下去 OK 好 趁着这个高温哦 加一点点鱼汤 如果你没有高汤 这个时候你就加一点点清水 主要是藉由这个水在里面加热 它会形成一个蒸汽 这个蒸汽的温度会效果更好 能够让它的温度更高 让这个蛤蜊很快的 嗯 在短时间的把它打开 对的 怎么样 你这样就知道还有开了没有 呃 一方面是 你好适合到澳门工作 对 哦 三个六 对吗 哈哈 对 我需要知道里面的水分 是不是都被蒸发完了 OK 因为我刚刚水没有放得很多 是 那 呃 如果水分没的话它会烧干 嗯 那那个蛤蜊出来就不好 哎 好了 哦 真的 这里面这样子 哇 每一颗 它每一颗的蛤蜊都是 这里面 每一颗这样的非常饱满这样子的状态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蛤蜊都开了 是 我们就把刚刚的酱汁 嗯 把它倒进来 哦 酱汁加进来 对 让这个酱汁跟这一个蛤蜊的鲜汁 对 做充分的混合 没错 对不对 这样子就可以差不多快成盘了嘛 差不多快成盘了 嗯 但是我们要调一点味道 好 小心哦 那个里面蛤蜊汁那么多 本身是有咸味的哦 好的 接着我们可以盛盘了 嗯哼 好 好 好 哇 这个加上这样子那种炒好的那种酱汁 香气 这盘蛤蜊怪怪 每一颗肉 有没有 饱满成这个样子 嗯 好 吃了以后真是开心极了 好 我们把一点点这个装饰的巴西领在上面 嗯哼 我们滴到这个蛤蜊就好了 OK 好 蛤蜊已经制作完成 来 摆到这边 好 牛排也差不多了吧 牛排也差不多 对不对 蔬菜也差不多了 好 我们接下来就把牛排跟蔬菜请出来做组合的动作 来 这时候我们把烤好的蔬菜 蔬菜 对不对 拿出来 蔬菜先放到 先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的牛排 嗯哼 基本上它经过在这个烤箱上面的温度很烫 是 它的回温也差不多了 OK 我们就放旁边 好 找个铲子 是 把这个蔬菜给铲起来 嗯哼 放在盘子的中间 OK 哦 放中间 OK 对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刚才排好的一个漂亮造型 对不对 接着我们把它拿掉 哦 它就是一个圆形 是是 非常漂亮的一个造型 对了 这个漂亮的造型 然后呢 它是那种四种不同的那种食材组合而成的一个底 没错 接下来 接着我们来分切我们的牛肉 嗯哼 因为它的长度比较 不是说非常的大条 是 所以如果我们正正的切 它的形状会很丑 太窄了 太窄 所以我们稍微斜的 斜刀切 对不对 哦 这道理 大家可能对于放在牛排上头 你没那么大感受 但是呢 同理可证 切乌鱼子 啊不就这样子切吗 对不对 斜刀切才会变得大片一点 对的 接着呢 我们把它铲上来 嗯 这时候呢 我们再放上一点点的盐巴 OK 还有蒜酥 蒜酥 对 有蒜酥 那我们把这蒜酥撒上来 有很多那种西式料理 它会是炸蒜片 但是蒜片很麻烦 对对对 同理可证嘛 我们用这样子方便取得的蒜酥搭配 这个 就组合这样出来了 对不对 好 来 一个是牛排 一个是蛤蜊 对的 海鹿 双拼 好 一起上桌 喜欢今天的料理吗 赶快扫描我们画面上的QR code 加入美味so much的脸书粉丝团 让你有吃又有拿哦 我先帮妈妈来尝一下这个母亲姐的大餐 看它那个风味到底如何 好不好 好 好 今天你挑的这块肉 其实蛮好的 所以我特别选了一个 不要太熟 这样子的效果 然后呢 煎到恰到好处 鉴于这个一到三分之间 对 而且更好的是 你在切的过程当中 它是一点血水都没有弯弯弯 没错 咀嚼的过程当中啊 它那个外皮煎的那个 有一种脆的那个效果 咬起来 它是一种肉香 没错 但是中间那个软嫩的东西 在咬的过程当中 现在透过口腔的温度 那个肉汁就释放出来了 可是你把这个蒜酥撒在上面 它这样子吃的时候 风味变得很好吃 咬到会有蒜的口感 还有一点脆脆的 对 就是会有一些层次上面 淡淡的那个蒜味 对不对 咬肉是肉汁 但是咬到那个蒜的时候 它量不多 一点一点那个效果慢慢的 对 散开 配菜 有没有 对的 这样子是一个小组合 对的 烤完之后那个甜味会被释放出来 然后它的香气也会比较足够 对 它会有一些烤过之后 产生的一些特别的香气 对 如果它不烤 你吃到嘴里就跟吃沙拉一样 它是清脆 对不对 那样子的效果 对 但是烤完以后呢 它那样子湿润湿润的 当配菜 哦 嗯 嗯 好 来 我们来吃蛤蜊 好吧 好 好肥 好好吃 对不对 那你喜欢爸爸的汤叭还是喜欢我做的大蛤蜊 你看两种不同样 不同样的效果 对 因为它那是个中式料理 你这是一个吃这样子的蛤蜊肉 对不对 厉害 你知道爸爸 你知道爸爸那个 最大的特别在哪里吗 它腌着那个味道没有腌着太死咸 而且吃的时候还有一些冰渣 效果好好吃 对 他说他用的是一种像 低温烹调的方式 把那个 鸯拉给闷熟 真的吗 对 你赶快回去学一下 好 好 我第二个蛤蜊啊 我吃的时候 我特别咬了一下底下的这个sauce 我要搭着这个sauce一起来吃个蛤蜊 看看风味会不会有不一样 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 那蛤蜊爆出来的那个汤汁 可以算是清汤 但是呢 你将它那个汁再吃的时候 它就变成浓汤了 对 对不对 我相信 所有的观众 看完今天的节目 先买材料回来试一次 等到的母亲节到了以后 就呈现出来 让全家人 最重要的是妈妈 能够吃得非常开心 我们祝全天下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谢谢姐夫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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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